畫面上是山徒兒颱風來襲時 從山坡沖下來的土石泥水 聲勢驚人 這裡是信二路36項 受災戶說 他的二樓屋頂還堆滿泥土 大約小腿高度 現況實在無法居住 讓他很無奈 阿姨你說這是第一次這樣 第一次 我大概六十幾年第一次 從來沒有過 那時候聽到什麼聲音 就弄下來一聲 我出去看就一邊看都這樣 我就沒去看上頭的情形是什麼樣 藝座在請藝長 看會有什麼辦法 他說不然我們都叫人來倒三天 團家叫大家來倒三天 藝座就請今天的這些志工 他天使之意這些志工 他請大家 他議長也很幫忙 他叫我說 請大家也一起來幫忙 有空的人都一起來幫忙 為了幫助獨居長輩 市議員陳怡跟鄭文婷 號召志工 一路走到山坡上的這戶民宅 來協助清理 基本上都是階梯 機車無法到達 但根據觀察 屋頂上的土石 還需要人力來進行搬運 快到膝蓋 對啊 你看 你看 一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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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沒到底喔 現在還會下 在我們信義區 整個區公所 或者是課長 或者是領幹事 就是全員的動員 在搶救我們整個信義區 但是有幾戶呢 那到現在呢 還是沒辦法處理 就是像現在的狀況 所以今天呢 陳怡跟鄭文婷議員 來到我們現場 那的確看呢 是很有難度的 那就是也號召一些志工來親 但是看到我們現場這個狀況 的確要親的話 不是只是我們兩個議員 加上志工就能親完的 所以真的還是需要很多的人力 跟人手來來協助 這個泥大概積的有一尺高啊 那這些志工大哥大姐們 恐怕沒有辦法 這能夠把這些淤泥把它清掉 這個是有很大的一個困難 那因為當初颱風來的時候 有點急啊 那區公所又忙著到處在救災 個人是認為說會有一些些的危險性 因為它積了這麼厚的泥 那如果再下雨 那個水又沒辦法排出去 它只會一直更往上去積上來 那整個屋頂承載的重量會增加 我們怕到時候整個屋頂塌陷 那這個人住在裡面也會有危險性 那也是要呼籲市政府重視這個問題 雖然暫時目前這個地方沒有一個危險性 但是底下一二樓已經志工們 都開始在幫忙清淤了 而針對這裡的受災狀況 信義區公所說持續在關心 李幹事科長跟工程人員也多次到現場關心處理 後續將設法維護邊坡 保障住户安全 我們第一時間就請了李幹事跟里長密切聯繫 然後第一時間封災第一天 我們李幹事就拿著機具抽水機到現場 那我們有持續的關注 其實昨天陳議員要錄出新聞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就已經有請李幹事再次前往現場 那市長是也非常非常的關心 那我們針對這部分我們有持續密切的關心 昨天廠商也前往帶了十幾位要進駐 那因為其實它其實是涉及在屋內的部分 那屋內部分我們沒有辦法激勵的 因為我們以搶災為主 那目前我們持續會關心它的環境 跟周圍的一些安全 針對邊坡的部分 我們會協助它申請邊坡的補助 那針對為了土石避免再度滑路 我們可以蓋帆布大明基的帆布 讓它維持它底下的住家的安全 根據記者現場觀察 後方山坡需要蓋帆布 避免土石再沖沙靜民宅 而污泥的淤積造成蚊蟲很多 需要相關單位儘快處理進行消毒 以確保災後的環境衛生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在陶津上 在陶津上 先查 Learn 感谢观看